第270集 汉纪二十六 汉埃帝建平二年 秉晨公元前五年 春季正月 有异星出现在千牛行旁 丁副宗族的人 骄横奢侈 都对副喜的千功节俭 十分记恨 还有 傅太后要求称尊好 相与成帝的母亲 太皇太后一样尊贵 傅喜与孔光师丹 共同坚持认为不可以 埃帝难以违背朝廷大臣的正当议论 又内受傅太后的逼迫 犹豫不决 拖延了一年多 傅太后大发雷霆 埃帝不得已 就先把师丹免之 希望借此使傅喜受到影响和触动 傅喜却始终不顺从 朱伯与孔香侯傅宴勾结 共谋促成变更傅太后的尊号 他们多次在皇帝闲暇时被召见 并经常成帝密封奏书 攻击诽谤傅喜和孔光 丁丑 埃帝下册书免去傅喜的官职 以侯爵的身份离开朝廷返回宅邸 御史大副的官位既已撤销 很多人认为古今制度不同 汉朝上字天子的称号 下至左立的名称都与古时不同 而单单改三公 职权责任难以分明 对治理国家的混乱没有益处 于是诸博奏言 依照潜力 选拔郡国首相 考纪优异者 可被定为官制中两千旦的高级官员 在从中两千旦的官员中 物色御史大副的人选 御史大副能胜任的 则禁之为丞相 这样晋升官爵有一定的顺序 目的在于尊崇圣德 加重国相的权威 现在中两千旦的官员 不经御史大副这一官阶 就直接被任命为丞相 权威轻不是加强国家统治的方法 我愚昧地认为 大司空官职可以撤销 应重新设置御史大副 遵照奉行旧的制度 撤销大司空后 我愿在较低一阶的御史大副的官位上 尽力供职 成为百官的表率 埃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夏季四月初二 改变朱伯的官职 败为御史大副 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 杨安侯丁明为大司马魏将军 设置官署 大司马的头衔如同旧礼 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副说 高武侯傅喜 赋会臣下欺骗主上 与前任大司空师丹 同心背叛 不听教令 损害宗族 不应给予奉朝请的名义 再让他朝见皇帝 立即遣送他 回封国去 丞相孔光 自先帝讨论 立皇位继承人时 就对定陶王 持有意义 因而与傅太后和哀帝有嫌喜 后来又大大违逆傅太后的旨意 于是傅氏在朝廷任官的人 与朱伯内外勾结 共同诋毁孔光 十九日 哀帝下册书 罢免了孔光的官职和爵位 便为平民 任命御史大副朱伯为丞相 封杨湘后 又任命少府赵玄伟 于是大副 当二人准备登殿 接受皇帝的册书的时候 忽然传来了一种宏大的声音 像钟鸣一样 殿中的狼 吏和街前的武士 全都听到了 挨帝为这件怪事 询问皇门侍郎 蜀郡人杨雄 以及李寻 李寻回答说 这是洪范里所说的 那种骨妖 在施法术 往往是在认为 君主耳目不明 被人迷惑 是空有虚名的人 进入朝廷 升任重要职位时 那时骨妖就会发声 但是无形 让人不知道 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 洪范传说 五妖发生在 年月日的中期者 遇事正清 要承受灾难 现在是四月 又是一天的 晨时四时 出现怪异 正是中期 所谓正清 指的是执政大臣 应该霸退 专相遇使 以应付天变 即使现在不罢退 不出一年 本人也自会 蒙受灾难 杨雄也认为 鼓妖的出现 是君主耳目失灵的象征 朱伯为人强悍 坚毅 富于权谋 施以为将 而不施以为象 如不隐退 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 降下凶险 机切的灾难 埃帝没有理睬 他们的话 朱伯既已当上丞相 埃帝就采用他的建议 下诏说 定陶贡皇这个称号 不应再称定陶二字 现尊贡皇太后的称号为 帝太太后 称永信公 尊贡皇后为帝太后 称中安公 为贡皇在京师建立秦庙 比照宣帝的父亲 道皇考的秦庙规格建立 于是四位太后 各自设置少府太仆官职 品质都为中两千代 父太后取得尊号以后 尤为娇横 与太皇太后说话的时候 甚至称她为老太婆 当时丁富两家 在一两年之内突然崛起 特别贵胜 被封为公卿列侯的人很多 但是哀帝不太赋予他们权势 他们的势力不如成帝在世时的往事 丞相朱博 御史大夫赵玄走称 前高昌侯董宏 首先倡议改尊号之事 因遭官内侯施丹的弹劾而被罢免官爵 贬为平民 当时天子正在守孝起把国事委托给施丹 施丹不深思包美推崇尊号的大义 反而狂妄地胡说 压抑贬低尊号 损伤了陛下的孝道 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 但陛下仁慈盛名 昭然确定了尊号 董宏以其忠孝 也恢复了高昌侯的风诀 施丹的罪恶逆行已经暴露 虽然蒙舍令不致死罪 但不应该再有风诀采意 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 哀帝予以批准 朱伯照旋又奏称 新都侯王满先前为大司马 不能颤阳尊崇尊号的大义 反压抑贬低尊号 损伤了陛下的孝道 罪当公开诛杀 兴蒙舍令得免死罪 但不应该再有风诀采意 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 哀帝说 因为王满是太皇太后的亲属 不免去风诀采意 而将他遣送回封国 此外 还有平阿侯王仁 因藏匿赵昭仪的亲属 也都被遣送回封国 天下人多为王室感到冤枉 剑大夫杨轩上密封奏书说 孝成皇帝 深思宗庙的重要 称赞陛下有至高的品德 使陛下继承地位 圣明的决策 意义深远 对陛下的恩德 对陛下的恩德 也再厚不过了 追想先帝的本意 岂不是希望陛下 代替他本人 侍奉太皇太后吗 太皇太后 现已七十高龄 数次经历国丧的忧伤 还下令要自己的亲属隐退 以避开丁副两家 路上的行人都会为此流泪 更何况陛下呢 陛下若登高远望 望见成帝之灵 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哀帝深为此言感动 就又封成都侯王商的 二儿子王毅为成都侯